在爱德华王子岛拍了一整个夏天文化节的同时 8月还体验了一次这里最大规模的Golden Cup大游行 看到了1900年代的消防车 特制的粉色消防车 其他各类古董车 黄家奇景和风铃仗队 牛仔,其他各类组织,不同国家移民的划车 真是太棒了 And this guy is walking his hot dog 我们还有一位巴黎奥运会 加拿大女子橄榄球银牌获得者 Alisha Corrigan 还有我们的Holland College的橄榄球队的小车 最近我也通过老师的推荐和相关负责人两次交谈后 成功签约成为学校体育队的摄影师 这是接下来一整个学年的拍摄计划 包括所有球队宣传照 团队照 比赛照 比赛视频剪辑制作 和其他主题视频的制作 货责人还安排我在体育馆前台的兼职工作 9月开学的前两周 给几个球队拍了宣传照 他们正是充满了活力 不过最让我绝望的是男子橄榄球队 有65个人 每次回头看一眼排队的人都看到他 最近的周末拍了男女足球比赛 最近的周末拍了男女足球比赛 非常激烈 氛围也是最热烈的 也是运动员最容易受伤的项目 有时候看的挺吓人的 由于跑动速度很快 人员经常聚集 拍摄难度也是最大的 比足球难排 不过我也迅速的适应 在加拿大 给学校做摄影师 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好 官方账号发布推文 都会标注拍摄者视频 对于我账号的宣传很有帮助 希望接下来一切会越来越好